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它甚至连喜宴都不成喜 玉林牛巴千百年留下来的唇头好吃 第一点头断菜 喜庆 玉林人爱吃的牛巴是选取健壮肉牛后臀部位的优质牛肉 通过腌渍 风干 煎炸等工艺 加工制作而成的一种地方美食 新鲜的牛后团肉经过烟 烤 蒸之后 在油锅里滚炼 很快 在200摄氏度的废油中 肌纤维变得焦酥 最后一道工序 玉林人称之为煸炒 把姜汁 米酒 腐乳 酱油 蒜蓉等调制成卤汁 浇洒在香酥的肉块上 让肉块浸没在卤汁中 围上约45分钟 让人垂涎欲滴的牛巴就出锅了 由上等的牛后团肉烹制出的牛巴 肉汁爽滑 还有微弹的嚼头 让人欲罢不能 在玉林 一斤牛巴一公斤可以卖到500多元 作为一种地方美食 牛巴还被加工制作成了多种灌装食品 远潇海内外 黎洪健是玉林牛巴制作工艺的传承人 传统牛巴的制作是从一块好的牛屁股肉开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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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他的牛先来个泡汤 水牛侧卧在泥汤中 左右翻腾 任飞溅的泥浆洒满周身 他们每一次的转体扭伸 都要靠臀部作为支点爆发的扭力 才能将沉重的身体辗转糖膜 牛屁股的力道 调动起了他后臀部位的每一块肌肉 天气炎热 水牛可以在泥浴中打滚降温 这是让水牛主动锻炼 另一个他们在泥浆中滚爬 还能被动地让他们把囤鸡炼得丰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些嗡嗡嗡的牛蚊子 学名叫牛蒙 他们视牛血如命 嗅到牛味道 一窝蜂地扑上去 有如无数小针扎向牛身 让水牛齐痒无比 虽然水牛用尾巴不停地驱赶温营 但是奈何不了成千上万只的攻击 一旦他们看到眼前冒出的这泥汤池 水牛就会迫不及待地跳进去了 终于可以跟牛蚊子休战一会儿了 它是每天在这里打滚 一个是按摩它的皮肤 一个把那个泥巴 糊在那个皮肤上面 一个防晒 要防蚊子 为了防备蚊虫袭击 水牛还会不停地扭臀甩尾巴 扭臀部位的肌肉群 在抖动中变得健硕 看到水牛在泥汤池中 沐浴风臀的效果 黎鸿健索性就在整个放牧区域 挖上了十几个这样的池子 其名叫牛汤 好吧 咱来看一下这个泥汤 有多宽 它全层就是刚好够任牛这么长 刚刚好任牛那么长 等到水牛喜满意了 后臀肌肉一颤一颤 后腿用劲爬出泥池 尾巴用力甩打在屁股上面 往身上敷满泥巴 这个泥巴糊液在它的身上 防止那个牛蒙啊 蚊子来钉它 有一个保湿防晒的作用 泥巴涂满全身 就像是给牛身上 敷上了一层保护膜 不但降温防纹 还防晒呢 除了给水牛泡汤池 隔三差五 黎鸿建还要给他们搞水上拉链 这是他给牛封屯的第二招 黎鸿建有个一百多亩的水面 让水牛横度练游泳 能够锻炼水牛全身的肌肉 八百公斤重的水牛 为了克服水的阻力 必须摆动臀部肌肉群 以驱动后腿 带动前腿 用力地向前滑水 黎鸿建每次都让他的牛 游上两公里的距离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 硬赶水牛下水 它们可是有抵触的 毕竟这是消耗体力的事 那怎么让牛群乖乖地游上两公里呢 这时候就要借助船 黎鸿建他们在水上拉了一根长长的绳子 绳子这头拴上一头牛 你要绑一头头牛就行了 什么叫头牛 头牛它这是带头的领头的 被牵住的是头牛 头牛一下水 其他牛也就跟着来了 这时候人在船上拉着绳 头牛只能是乖乖地跟着绳子的天野 匍匐前进了 双助它 忍它游泳那个路线 让它固定按我们的线路来游泳 不然它就会偷懒 要跑得近的地方 不到我们既定的游泳路线 头牛领头 其他的牛也不敢怠慢 只好是紧随其后了 黎鸿建细成 他这是水牛大迁徙 牛的后臀肌肉群 在这长达两公里的滑水运动中 不断地协调全身 克服水的阻力 从而锻炼得更为丰厚紧实 牛群到了一年 预先设置的登陆点 人先下船 绑住那个头牛 让它要跟到我们的线路 把住绳子 用力拽拉 给头牛牵引方向 头牛上岸后 群牛纷纷地尾随而至 水上横渡训练 固然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但是经常来上这么两趟 他们不但封了囤 而且还很少生病 封囤主要叫第三招 就是给水牛登山 黎鸿建给牛封囤 还有第三招 让牛登山 黎鸿建的牛官庞大爷 年过七旬 日行二十公里 腿脚有力 中气十足 牛呢 牛随着大爷一起 经常早上出门 傍晚才回家 要在这山林中穿行二十公里 爬山涉水 吃草奔跑 奔跑的牛 屁股是摇曳生姿 肌肉纤维在一松一紧肩 既锻炼的韧性 又变得粗壮结实 后腿用力灯榻 两条腿上的臀部肌肉 收缩发力 让数百公斤的水牛 在陡坡上如履平地 小山包 多度的六十度以上 六十度以上 它每天这样运动 后腿肉的肌肉很发达的 肉特别好 坚持登山锻炼的牛 进一步让他们的后臀部位 变得发达 这个八百公斤 八百公斤 一百公斤的肉 越锻炼肌肉越紧实 后臀部出肉率也就高 在黎鸿建这儿 每头牛都成了 健身运动员 当然 又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不吃草 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经常让牛 这么大运动量的消耗 不给好吃的 还不都累得 瘦骨临巡了 所以 为了犒劳牛儿们 在运动完毕 黎鸿建给他们 备足了一种 甜蜜的美食 好了 来 盖手道菜 这一车车的是菠萝皮 这是从罐头厂拉来的下脚料 菠萝皮含糖分高 能够迅速补充牛的能量 撒上盐巴和小苏打 就成为了牛儿们的上等美味 菠萝皮酸性过大 也要放一点盐巴 跟苏打粉 中和一下 小苏打能够中和菠萝皮糖分 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 更加适口一些 补充盐分 能让牛爬山更有劲 刘师傅是位打男拳的老师傅 拳脚功夫了得 刘师傅是位打男拳的老师傅 他的另一个职务 是黎红健的特聘按摩师 不过他倒不是给黎红健按摩 而是给这些牛做按摩 这个牛是我们牛群里的头牛 作为一个按摩保健 让他更健康地上升 带领好我们那群牛 群牛全靠头牛带 头牛糠健了 青年牛们才能更听使唤 他跑累了 嗯 给头牛按摩的关键部位 有三处 第一处 额头到鼻梁处 有那头部啊 在那斜层啊 戏风啊 他就有精神了 眼睛都不一样了 第二个位置 是后背脊肌肉群 顺着脊背掐捏肌肉 让整天爬山的肌肉松弛 再顺毛捋一下 这牛舒服得很 最后在围脊上推拿一把 牛高兴的尾巴都竖起来了 好 好 还有哪呢 在哪 给头牛按摩的第三个地方 是后臀和大腿根处 这是做牛巴的主要部位 也是水牛运动时的受力点 喷洒酒精 可以舒缓肌肉 缓解疲劳 刘师傅给牛按摩 手法总是恰到好处 这一朝一世间 是推拿 更像是艺术 这是一头三十岁高龄的老牛了 牛群中很多小牛都是它的后代 在这样的高龄下 它每年还能铲一头小牛 并且常年带领牛群翻山越岭 觅食锻炼 这样就用酒精 拿来消毒消炎 挣扎它的血存在 消去疲劳 吐酒行血 每天傍晚用白酒 凸擦牛脚十到十五分钟 酒精能够促进牛腿部的血液循环 有疏通筋骨 保暖防寒的作用 李洪健说 除了给头牛按摩 平时还有一招 也是可以帮助青年牛们 快速恢复体力的 李洪健在大铁锅里炒制豆子 这是加了醋的黄豆 炒制烫手 趁热装入布袋中 好 出发 嗯 出发 走 带我们去看看 一边炒到五六十度 怎么弄啊咱们 一也敷一下嘛 它腰肌老爽 豆包在牛背上来回按摩 这是一种热敷的方式 李洪健的牛 因为平时运动量大 爬山涉水是常态 容易得牛腰风湿症 一旦牛患病了 后驱板直 起握困难 食量减弱 就没法活动了 更谈不上出上等的棒打肉了 用热敷能够提前预防牛的腰老损 热豆面袋 平大于牛腰上 热敷一小时 日敷两次 连敷三天 能够缓解牛的腰部老损 我把牛当成自己的朋友 一样的对待他 你善待他 他就善待你 李洪健把牛当作朋友照顾着 糖浴 涉水 爬山 样样不辣 再加上按摩 热敷伺候着 喂的就是得到牛屁股上 这块筋道的棒打肉 健身到胃的牛 后臀发达圆润 低脂而纤维紧实 最适合加工成油质的牛巴 黎洪健精心养出的牛 给他提供了最地道的食材 做出了玉林当地最地道的美味 让水牛健身 既强壮了身体 又获得了优质的腱子肉 这也让黎洪健的上等牛巴 卖出了好价钱 小编在这提示您啊 养殖家畜是各有高招 您一定要因地制宜 不能盲目地照搬经验 好了 您想了解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虽是冰天雪地 而有人却在凿冰撒网捕大鱼 选到这个时候捕鱼 鱼还香 一张大网拖出15万斤鱼 鱼把什么用的 又是什么秘密武器 走线特别快 冰窟窿里面捕大鱼 老手已用上了新科技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